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现实 触量 这飞艇制造近况如何了 陛下 这飞艇在二皇子的带领下 已经逐步成熟 只需要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进入初步量产阶段了 嗯 不错不错 还有就是 现在蒸汽火车工艺已经改良 已经可以避免发生之前的故障 但是蒸汽火车技术想要成熟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就连铺设铁轨 每个几年功夫都玩不成 所以我大唐如今的交通运输 还是处于根本的瓶颈之上 这难道没有办法解决吗 有办法是有办法 说到底 铺设铁轨的最大难题就是山脉 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办法 将那些大山移平 必然能够事半功倍 移山 这移走一座大山 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而且还效果甚微 这确实是个难题啊 陛下 我觉得此时你可以找先生商议一下 说不定他能够有办法解决 对对对 贤弟他一定有办法 明日我就去找他 苏晨酒馆 此时的苏晨 正躺在按摩椅上做着美梦 这些时日 天天晚上都去和常乐公主私会 简直是乐不思数 贤弟贤弟 正来找你喝茶了 哟 今日怎么敢喝茶了 不喝啤酒了吗 还有 你这伤势咋来的 这是 摔的 不小心摔的 嘿 一准是骑我摩托车摔的 让你偷我摩托 活该 嘿嘿 不知贤弟近日胃口可好 睡得可好 七 瞅你那样 估计又是遇上什么事来找我了吧 知我者 贤弟也 你快说吧 贤弟 如今我们正准备铺设铁轨 将轨道铺设四面八方 让大唐的交通运输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可现在遇上了难题 想要让轨道铺设更快 就必须将山脉移开 但我等凡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能力 贤弟 有没有什么法子啊 不是 铺设轨道 干嘛一定要非把山给移开 贤弟 难不成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当然有 比如在山体上凿开一个隧道 直接贯通另外一边 这样做不就轻松很多吗 什么 将山体凿一个洞出来 贤弟呀 这件事的难度也不比一山低吧 你难道有什么好办法吗 很简单 只需要挖掘机和推土机 配合起来就很快能够搞定 还有 想要交通发达 也不一定要铺设轨道 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修建公路 只要修建一条连接南北四面的平坦公路 这样 即使是卡车 运输能力也会翻倍提升 公路 就是你家乡的那种道路吗 是的 好好好 只要有了能够凿开隧道的工具 在铺设铁轨的同时 再修建一条公路 的确可以方便很多 不过嘛 这会需要大量的水泥和沥青 同时 挖掘机和推土机也必须要最大的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也有心无力啊 贤弟呀贤弟 以咱们两个的关系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对吧 好家伙 还这点小事呢 上次给你弄监控 又给你弄飞艇 又给你弄了两台空调 你这个不把毛的攻击 可是什么都没赏赐我 还想白嫖 没门 嘿嘿 这样啊 那贤弟 你需要什么 尽管跟我说 嘿嘿 其他的就不用了 给我一批黄金 你想要的那些 我都能给你弄过来 好 看来 为了大唐的国力 真要大出血了 贤弟 这次朕就给你准备十万两黄金 如何 卧槽 老李 你这回还真是要下血本了 你等着 我回皇宫准备黄金 明日给你送来 好好好 叮 介于宿主对大唐的改变 系统现在可存放金银 系统还算你有点良心 不用了 老李 明日 我自己去取就行 怎么 你还怕我骗你不成 怎么会呢 我自己去取不是方便带回来吗 也对哈 贤弟你这怀里什么都能装下 一天后 贤弟 这就是朕准备的十万两黄金 我没有骗你吧 卧槽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这么多黄金 五吨的黄金 这得多少大金链子 系统 将所有黄金放进空间内 叮 黄金存储完毕 黄金已自动兑换成货币 自动扣除宿主之前的负债 所剩余额 那莫老多 卧槽 原来你这能放金银是位了 第一时间扣除我的负债啊 系统我丢你老黑啊 宿主如果再骂系统 系统只能将您所有的货币冻结了 哎呀 俗话说得好 打是亲骂是爱 我是爱你啊系统 且 哎 好不容易能耗老李一次羊毛 就这莫没了 还得回去整点盘子碗的兑换掉 才能买得起挖绝机 老李 我先回去了 东西明天我就能弄到 你到时候直接派人过来 贤弟 你怎么一脸拿了钱就准备跑路的样子 瞧你说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两天后 李二带着成出没 以及一批士兵来到苏晨的酒馆 贤弟 正带人来了 快开门 来了来了 贤弟 那挖土机和推土机呢 为何我没见到 你不会真把我那十万两黄金都没了吧 想什么 那玩意太大了 我这里可放不下 跟我来